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加拿大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1896年,玉空地区淘金热 涉属物认为找到香水源 2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 海黎成了吉祥物 31998年,加拿大邮政发行第一枚3D邮票 蝴蝶以为找到伴侣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1896年,玉空地区淘金热 涉属物认为找到香水源 好吧,让我们来谈谈那段令人兴奋的历史时刻 当时的玉空地区,Yukon Territory 不仅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淘金者 甚至连当地的涉属都以为自己找到了香水的源头 想象一下,1896年 一个名叫乔治·卡梅隆·George Carmack 的人在加拿大玉空地区的克朗黛克河 Clondack River附近发现了金子 这个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 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淘金热 成千上万的冒险家 梦想家和寻经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 他们中的许多人毫无采经经验 但都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那些射属 射属是北美洲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 以其能产生类似香水的气味而闻名 这种气味来自他们的抽线 通常用于标记领地或吸引异性 但在这个淘金热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幽默地想象 当这些小家伙在金矿区四处探索时 他们可能会无以为那些闪闪发光的经历 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香水源泉 当然,这只是一个幽默的比喻 射属并不真的会去寻找香水 他们也不会对金子感兴趣 但这个比喻很好地描绘了当时的淘金热局面 每个人都在寻找他们的香水源泉 也就是那能让他们一夜之间致富的金子 这场淘金热对玉空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带来了人口的激增 还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发展 如铁路、道路和城镇 然而,对于大多数淘金者来说 这场冒险最终并没有带来他们梦想中的财富 许多人空手而归 有些人甚至因为严酷的条件和艰难的生活失去了生命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提起玉空的淘金热时 你可以想象那些射属在金沙中寻找香水的画面 这是一个关于希望、梦想和对未知的追求的有趣隐喻 而对于那些真正的淘金者来说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 有时候,真正的财富并不总是藏在地下的金子里 而是在于那段寻找它的旅程本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1976年 蒙特利尔奥运会 海黎成了吉祥物 当然,1976年 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吉祥物 选择是一个颇具加拿大特色的决定 这个吉祥物名叫阿米克 这个名字在阿尔冠宇中以为海黎 海黎不仅是加拿大的象征 也是一个极具功成天赋和勤劳精神的动物 这与奥林匹克精神不谋而合 想象一下 一个小小的海黎 带着一个明亮的红色腰带 这个腰带上还是由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标志 它的出现 无疑给奥运会增添了一抹亲切和幽默 阿米克不仅代表了加拿大的国家形象 也象征着奥运会的友谊和团结 但是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这些奥运会的组织者们坐在一起 头疼地思考 如何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加拿大的独特魅力 他们可能想过麋鹿 想过枫叶 甚至想过冰球 但最终 他们选择了海黎 为什么呢 因为海黎是建设者 是林业工人 是水坝的工程师 简直就是加拿大的建国英雄 海黎的选择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现实情况 就像海黎一样 组织者们也面临着巨大的建设任务 他们需要建造新的体育场馆 改善基础设施 确保一切按时完成 而海黎的形象 无疑给人以信心 仿佛在说 放心吧 如果海黎能建造水坝 我们就能办好奥运会 不过 幽默归幽默 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财政问题 却不是开玩笑的 奥运会结束后 蒙特利尔市民 花了近30年的时间 才偿还完与奥运会相关的巨额债务 这也许是一个教训 即使是勤劳的海黎 也不能轻易解决所有问题 总之 阿米克成为了1976年 蒙特利尔奥运会的一个亮点 它不仅代表了加拿大的文化 也提醒我们 即使在全球最大的体育盛世中 幽默和轻松的氛围 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 如果你需要建造一个水坝 或者是办一场世界级的体育赛事 你知道可以找谁了 海黎 这个小小的建设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1998年 加拿大邮政发行第一枚3D邮票 蝴蝶以为找到伴侣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邮票界的浪漫小插曲 想象一下 你是一只蝴蝶 飞呀飞 突然在远处 看到了一位美丽动人的伴侣 你心想 哇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蝴蝶 我要飞过去搭讪一下 但是 当你飞近了 却发现 那不过是一张精巧的3D邮票 这就是1998年 加拿大邮政 给蝴蝶们开的一个小玩笑 那一年 加拿大邮政 决定要在邮票设计上做点心意 他们发行了第一枚3D邮票 这枚邮票上 印着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 它的翅膀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仿佛随时会飞起来 这种邮票 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印刷技术 让图案看起来有立体感 就像真的蝴蝶一样 这枚邮票一经发行 就引起了轰动 人们对这种新奇的3D效果赞叹不已 极有爱好者更是趋之若无 但是 这枚邮票 不仅仅吸引了人类 连蝴蝶本身也被迷惑了 据说 有些蝴蝶在花园中 看到这些邮票时 以为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于是就扑了上去 结果却是一场空欢喜 想象一下 如果蝴蝶能够发生 他们可能会说 哎呀 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连找个对象都不安全 下次约会前得先确认一下 对方是不是二维的 当然 这也给我们人类提了个醒 看似美好的事物 也许只是一场幻觉 我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 也要擦亮眼睛 别被表面的华丽迷惑了 总之 这枚邮票 不仅成为了极有史上的一个趣事 也让我们看到了 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奇妙效果 而那些受骗的蝴蝶 也许在他们的小小世界里 这就是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吧 总结来说 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人们对于未知的追求 和对幸福的渴望 无论是淘金者对财富的追逐 奥运会组织者对成功的渴望 还是蝴蝶对爱情的寻找 都展现了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 不懈追求 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 有时候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我们往往追求表面的财富和成功 却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因此 我们需要擦亮眼睛 善于发现身边的美好 并珍惜它们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观点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并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想法 在六度世界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观点和经历 通过分享和交流 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期待与你的互动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